原本放在盆栽的Size 現在連浴缸都塞不下 只好把它丟進後院裡的池裡餵養 每天都吃不飽了,還要留剩飯菜餵魚 後來紅龍被養成King size 漁業線感情很深 每次見面都興奮的跳躍 這事情被後母發現也來丟食物 但紅龍完全沒有鳥塌 好幾次都無功而返 突然在剪邪找女這件事 當然也不是像歐洲版 為了商業需求 硬生生將王子 說成是戀族情節 壯族以及其他南方民族的風俗中 贈袖花鞋本來就代表著女子芳心的定情物 兩人的愛情被世人認定為命中注定 百轉千回才終於得以在一起 有情人終成眷屬 從此過著不怎麼幸福快樂的生活 哈囉大家好我是找到Samuel 今天是神魔異事錄的第三集 迪士尼動畫仙女奇緣Cinderella 想必應該是所有七八年級生的童年回憶 如果在更年輕的一代 連電視都不知道是什麼 那你們至少也應該看過 白痴公主的安布萊拉二稿配音吧 是好吃的蘋果配 唉對著好傷腸的性 總之就是個貴族少女被後母虐待 後來被神仙幫助以玻璃鞋為信物 最終嫁給王子的故事 這其實是源自晚唐所載 發生於戰國時期 廣西地區壯族人的老祖先 寮族人的民間傳說 今天就以歷史的角度 來帶大家解密Cinderella 最早的中國民間傳說版本 夜線姑娘 晚唐筆記小說 由羊雜族中記載 男人相傳 秦漢前有洞主無事 土人稱之為無洞 土人是指當時廣西一代的原住民 而洞主就是那些住在山洞裡沒有文明的人 屁咧那韓國不就全部都原始人 洞在古代是州以下的行政區域 古時未融落少數民族的首領 而衍生出來的政策 分封少數民族首領爵位以進行民族自治 洞主就是旗下士族部落的首領 假如我是蔡氏的老大 蔡家的組長 那麼我就是蔡洞主 而這個蔡洞就有如現在所講的蔡家鎮 美國的動畫就把夜線的家畫在洞穴裡 真的是有夠雷令人十分傻眼 我們回到故事 當時的吳鎮長有兩位妻子 這其實是有可能的 南越國王就有左右夫人 而商朝也有兩位以上妻子的記載 吳鎮長的其中一位妻子很早就死了 只留下了最受寵的大女兒夜線 但好景不長 吳鎮長不久後也死了 另一位妻子成為夜線的後母 對她百般虐待 令其砍柴挑水 每日都過得極度危險 某日夜線捕獲一隻紅龍 因為精心飼養 原本放在盆栽的Size 現在連浴缸都塞不下 只好把它丟進後院裡的池裡餵養 每天都吃不飽了 還要留剩飯菜餵魚 後來紅龍被養成King size 與夜線感情很深 每次見面都興奮的跳躍 這事情被後母發現也來丟食物 但紅龍完全沒有鳥塌 好幾次都無功而返 突然某天 後母突然良心發現對夜線說 嘿呀女兒 這幾日你辛苦了 我給你縫了件新衣上 快換上吧 結果拿了夜線的皺衣自己換上 跑到池邊找魚 魚頭剛探出水面 就被後母給剁了 整條拿來一魚三吃肉質鮮美 最終把魚骨丟入屎坑中 好幾日都沒有朋友可以說話的夜線 最終發狂跑到荒野裡大哭 忽然有個劈頭散髮的人 從天而降對他說 別哭了 你老母走傷了那條魚 魚骨就被壓在石底下 你回去把魚骨挖出 日夜對他祈禱能順其心願 夜線回去後每天都偷偷在房間內緊衣浴食 後來這裡的節慶 後母讓夜線守家裡的果園 後母與情侶走遠後 夜線才偷跑出去玩 穿著奢華名貴的翡翠薄紗 腳上踩著金鞋整個超級高調 馬上被後母與妹妹們認出來 跑回家抱著樹睡覺裝死才沒被發現 但他回來時不小心把金鞋掉在路上 被撿走後輾轉賣到了鄰國海島陀漢國 也就是我們現今的千島之國印尼 因為這隻鞋太精美 柔軟到走路都無聲無息 國王想找出另外一隻 便下令全國織女試穿 但都沒有人合腳 如此想必是髒物 於是嚴刑拷打這個賣鞋之人 才得知原來是在中國領海的吳家鎮 路邊撿來的 陀漢王令人埋伏在吳家鎮找人 這才抓到穿著同款金鞋偷溜出來的夜線 他穿著超高級手工禮服與金鞋 觸見陀漢王 因為美若天仙馬上就被收納於後宮 在夜線被正式迎娶出城的那天 不知怎的後母與他的女兒們 就神秘的被落石給砸死了 前鎮長家族就這樣被慘遭滅門 證明哀嘆為他們處理身後事 將其下葬並且取名為澳女種 後人多來此祭拜求生女 到了陀漢國的夜線 教國王如何使用魚骨來許願 但因為太貪心 每次都要求寶玉無限 到了四年魚骨的靈力便消失殆盡了 國王只好把魚骨葬入海邊 以好幾頓的珍珠陪葬 後來打仗需要把這些東西 挖出來供兵馬糧草 但這些東西早就已經被海平面上升給埋沒了 好結論 其實歐洲版的灰姑娘 原本就不是玻璃鞋 而是用金黃色松鼠毛製成的鞋子 是因為後來歐語誤傳而變成玻璃鞋的 王子撿鞋找女這件事 當然也不是像歐洲版 為了商業需求 硬生生將王子說成是戀族情節 原版的中國灰姑娘 夜縣的民族 古遼人 其後裔壯族 以及其他南方民族的風俗中 贈袖花鞋 本來就代表著女子方心的定情物 所以陀汉國王才會不惜派人入侵中原 千方百計的要找到這位 方心漂泊至海外的夜縣 兩人的愛情被世人認定為命中注定 百轉千回才終於得以在一起 有情人終成眷屬 從此過著不怎麼幸福快樂的生活 因為你知道的 因利而聚 利盡而散 漁虎許願的靈力用完了 他們兩人的感情還能像從前那樣嗎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加分享 我是達達Samuel 我們下次見